他可能不读自己领先 但是知道自己不落后多少 不落后对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排面上 直接拿圈嗨 扣荡了对手 现在有两头买胜 带高张 依然是5开 没有发出来 我们刚才开在转排上 A时也只有54% 对 因为这张K给对手 带来了两头买胜 对 更多的奥 对 所以虽然刚刚他的跟注 是为自己 让自己损失了更多的积分牌 但是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跟注后面 有巨大的捍卫 自己权益的一个魄力和决心 也说明了 也深深地体现出了 他对这个游戏的理解 那这边我们看见 Ben Lam跟John Juanda 是坐上积分牌领先者 我们现在应该还剩 差不多20个玩家 对 而且这个阶段 玩家会更加的 就是已经进入状态了 他们的状态会越来越好 希望能看到更多精彩的排局 A7同色选择 他在观察位置 他在观察位置 拿到了九沟不同色 他看了看桌上其他人的筹码分布 他看了看桌上其他人的筹码分布 第六位玩家 第一位玩家击中了三条圈 那Jetton在这里 他是拿到顶对的A 但是呢 他也知道 他这个A不强 他是要做一个 试探性下注 在九万的底池中 下注两万五 跟注 这手跟注是 也算一定程度上 掩藏了自己的排力 好 葫芦 这里 他精神的选择过牌 在自己已经隔离了 一张圈和一张十的情况下 他的下注是寄希望于对手 拿一些强A 去支付他 好 A7这里选择check call 但是这里 他的排力其实是有 一定程度上是被 被gap 他连续做出了 flop下小注 探上check call动作 其实他的排力是有上限的 好 在合牌继续check 我看杰晨他前面的打了几副牌 我觉得他转牌 应该都是弃牌的 他这里做了一个call 可能是因为他前面抵抗的太少 然后被对手针对了 可以看到他击分牌有不断的在 在往下 对在往下掉 对 那他在这边做了一个反抗 但是这里 Jason Crude真的是有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他的A7在turn上都很难call这一枪 其实 对 因为当他call了之后 他选择check river 那对手这里 我们看到他是拳石 但其实对手这里拿上不是拳石 也完全可以去抗他 对 因为对手的牌力 是明显的 被他自己的动作 是有封顶 就被盖帽的一个 就我们俗称的 被盖帽的一个line 这条line里面 对手有强牌的概率 真的不是很高 所以优秀的玩家 几乎都会在这里 在任意的 任意的blank上面 卡住 所以如果他 选择corton的话 River的气牌是挺 挺伤的 可以看到 Jenton在这场比赛打得 稍微有点过于保守了一点 他自己也抓了抓头发 感觉好像对自己 刚刚的这手牌 打得并不满意 对他做了抵抗 但是就是选错了时间 对 不是时候 那他这边拿到A10 选住跟住 从他的下注 拿筹码的动作 可以看出他 稍微有一些 失音态上的一些转变 希望能很快地调整过来 这打牌 对自己的自信很重要 对 他现在就是感觉得到 有点就是自信方面 对 需要尽快调整 可以9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帅哥 依然活跃在赛场上 这一九钩拿到了两头 买胜 但是在攻对面 A10是拿到了顶对 好 这里 跟我们在后置位 拿一队6做了一个下注 希望能够抢下底池 所以Jetton是拿顶对顶踢 扣住了他的下注 Lama这里是在考虑 他考虑直接4排 在攻对面 他选择在两家 已经进去的情况下 他不选择买胜 他可能会觉得 即使买出了顺子 他也不一定大 对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多人底池 并且已经是 有两个玩家在游戏中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TEN上是圈到了 但这张圈 的确在三加底池 他很难为自己 带来更多的收益 因为即使他买到了顺子 对手在三加底池 你都知道在多人底池 玩家的打法都会比较的 都会比较谨慎 他很难得到比顺子 更小的牌的支付 对 我们看见 Jason Kuhn 他在这边 做了下注的选择 他既然选择了TOL 那TEN上他选择Double Barrel 因为他有可能觉得 就是在这个比赛大中 大家的范围都是会比较紧 对比较紧窄 特别他面对对手 那这里就是一个 明显被针对 你看 他那时候A7是call了 但是这时候A10是没有call 是7条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些玩家对对方都非常熟悉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针对一个玩家打 对 而且正好他又没有位置优势 对 那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你的 他两次checkcall 这是告诉了你 我的牌 也就那么回事 但在这个面上 他的checkcall可能会比 在上一个牌面上的更好 因为在上一个牌面上 其实类似的情况 但他的踢脚又小 就是他不是 他是顶对弱踢脚 然后有一个很 就是说over他踢脚的一个 工队在牌桌上 这里两个玩家都拿到了90 LAM又拿到了一手 勾圈同色 那我们看见屏幕右脚下 显示现在赛场上 还剩18位玩家 那差不多有一半的玩家 是可以拿 对 加持圈 对 可以看到短牌是一个 要么就在翻牌前打得很激烈 要不然就是翻牌前 很和平的游戏 比较呈现出的是 两极分化的一个 翻牌前的一个 排力对抗 对 这是长牌桌 我们很少见到的 就是什么六人桌 然后整桌 都可以看见翻牌后 长牌一般性 都是一个比较 线性的一个流程 就是 三败的对抗 四败的对抗 会比三败的对抗小 三败的对抗 会比open race少 对 因为我们几乎在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看见 Hod 2019 就做 34 bit 非常少 对对对 然后他们做的话就几乎是跟对方打完了 对因为你要知道 在短牌中 你能做3B和4B的牌 基本上都是支持call对方all in的牌 特别是因为短牌 你知道没有生筹码 在这个比赛中 我们的起始筹码就只有100个ante 所以当目前为止 就是说不可能 在短期内积累到生筹码的情况下 大多数玩家 他手里的3bat范围 他都是可以支持call对方4batall in的 这里牌面发出了三条K 他有没有什么邪恶的心思 他放弃了 这里有两位玩家都是有呼噜的牌 对 瞧瞧这个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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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跟你们了解 你只想看多幸运你得 在你的离子 它是很棒的 那是很棒的 那是很棒的 谢谢大家 Jetton在枪口位拿到勾勾做了一个跟注 位置的游戏在每一手牌都有显现 做了一个brace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race 是做了一个12万的race 那Jetton这边他可以选择气牌跟all-in吧 他可以选择气牌 也可以选择all-in 目前他的筹码是50.7个anty 对 50.7个anty面对一个 也就是25个前 对 他也可以选择call 他选择call 但这是 我认为call的话 我不是很喜欢call 对 我不是很喜欢call 因为就是这勾勾 你如果翻牌出来 勾勾在短牌中比长牌中更难游戏 对 你看你这样出来一个k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你现在勾勾还是 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对 领先还是落后了 在这里你check过去 你会不会call对手的c-bet呢 很难 我觉得这里会 很难 对 这里最可怕的情况是 你call住了对手的c-bet之后 吞上掉了一张三条钩 相对于这个筹码量来说 Lam这里可能会 打一波极限的压制 甚至考虑这里直接 jam all in 他选择看一下 turn repeat bar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line的话 他勾勾 应该是不会对 他的tend上的下注气牌了 这里如果是我的话 是会选择check call 如果A圈没有在flop c-bet的话 在这个tend上 比较的艰难 他也知道 所以他选择继续看牌 因为他可能也知道 这个时候如果他打出去对手 有很多组合是不会for给他的 我会倾向性在这样的一个board上 在flop就开枪 那大家都选择过牌 那选择show down 对这里jeton他勾勾拿下了底线 可以看到这我牌的整个过程 基本上都是后之位在主导 因为在前之位他拿到勾勾看到这样一个flop之后 他几乎没有过多的选择 只能三条阶过牌 特别是当他 他flop是可以选择down 但是危险很大 他很冒险 因为对手是在后之位 对他贴身做了一个race 那他的范围里面是有很多的强牌的 所以他这里但凡勾勾选择了check第一条阶 而对手又没有打的话 是很难再去做一些激进的动作了 所以刚刚之那牌 虽然说最后勾勾是拿到了底驰 收下底驰 但是可以看到整个牌的流程中 后之位玩家拿一个a high 是一直在处于主导位置 他有很多选择 他有很多个机会是可以拿到底驰 对 但他选择了稳妥的做法 对 这里AA选择 可以看到后面有没有 是66和16 那这两名玩家应该是都没办法做出 对都没办法做出一些激进的动作在翻前 我发现这场比赛我们很多次 AA很多次强牌在前支位的埋伏都失败了 对 还比较巧 真的是比较巧 对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就是后面位置是会做起压的 对 这真的是比较巧 这也是为什么说前位置的优势很大 因为你在后支位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加住 因为对手知道你在后支位会加住很多牌 但在前支位你就很难 所以选择顶set直接打出来 然后成功收持 对手一点都没有办法支付 对手 我們必須來寶寶,你每次都可以 這手有金色嗎? 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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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你昨天搬了我的手,你真的應該搬了嗎? 我不覺得我應該搬了我的手 那是夢吧? 我搬了 不是1099 K7在Ut級位置選擇貨牌 799同色 在這樣子一個馬量也可以不玩 Druanda選擇了Lamp A8 雜色 Benefield在HeadrickWish拿到了勾石雜色,也選擇Lamp 對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好像我們是第一次看到 這位玩家在翻前有激進動作 對 那對於他這個形象來說 應該是可以直接順利的拿下底池 對 因為他的翻前形象實在有一點太好了 雷姆即使這裡有130萬,也很難call住這個all-in 而且傑城台應該是算這桌上打得最緊的玩家 對,最緊的玩家 這是一手,A勾是一手不錯的牌,但是應該是call不動 果然是call不動 可以看到這一手牌就為他帶來了8萬的籌碼 目前這個情況 我們來看這裡,在紅色直播桌上是圈圈撞到了AA 哇,他們這個位置 貼身的13B 對,一個是call口尾加1 對,前置尾,然後被貼身中置尾的玩家拿到了一對A Jekofa是覺得自己K圈這麼好看的牌,但是前衛的動作實在有點太激進 對,攻不動 對 這樣 衣服掉 這裡圈圈是很危險了 那Yu他在這裡會做什麼選擇呢? 他選擇跟住 那這裡的底池已經差不多是shanon的就是後手了 嗯 他現在還剩57萬 這個牌面 這個牌面不知道會不會讓他少輸一些 如果是flop拉出來小小小的話,圈圈就很難了 真的很難 如果拉出來小小小的話,圈圈是不會棄牌給AA的CBATALL IN的音感 目前AA他的SPR是堪堪過一 目前AA他的SPR是堪堪過一 那這裡on他下了14萬的籌碼 對,下了一個很輕的柱 對,下了一個很輕的柱 很聰明啊,他這裡下一個小柱 可以留住對手範圍裡面大量的排行 同時也並沒有暴露自己的排力 對 而且他也知道他不需要下很大的柱 因為 呃,目前情況他下了14萬之後 在ton上是輕易淘擠 對 這個時候他應該也要明白一件事情 他call了這個flopBAT之後 那在ton上 他有可能是面對對手的ALL IN 嗯哼 那到那個時候 他該怎麼抉擇呢? 對 啊 他自己這裡選擇了ALL IN 因為他知道他如果這裡call ton上是給對手 對,還是要ALL IN 對,還是要ALL IN 可以補一下 可以補一下 140 哦,在這裡沒有秒根 對 因為在短牌裡面 呃,超隊不是一個真的很強的排力 嗯 但這裡有大量的 大量的 大量的 set 甚至可能說是90 兩隊也有 唯一可以排除的是像9K啊 K10這種排 他在想對手有沒有40 有沒有KK 試試的概率不高 但是有90和KK的組合 但是這裡應該是不會FALL 但是這裡應該是不會FALL 但是也有 應該是不會FALL 嗯 他說他可以贏很多排 對,他贏很多組合 他贏很多組合 他贏很多組合 他問的是不是 哪一天 他判的就是90 就是90 因為高手都知道這裡反而 沒有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只輸KK和90 對 甚至說 對手 他可能更多的是90 而不是KK 對 可以看到90這首排 在短牌排手之間 是 是一個很磨性的一首排 還有六張奧子 依然是一個巴爾開 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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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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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这是一个波动的游戏 那我们现在 又是他们两个 对 又是碰到Jetton跟Ben Lam 但这个底池并不是很大 可以看到这首盘应该在翻前是一个link的动作 AA在翻前应该没有 果然AA在翻前是call的 对 是call的 是call的 也依然没有蹲到人 他这里A是 势必是会放手的 甚至可能在River还是要支付对手一条街 这个面上 很有可能是继续是call 他这里居然是直接 直接check check 他有防对手的K圈和 这打得紧了一点吧 紧了点 我觉得可以做个value 我会做很多 应该是百分之一百吧 不是很多 就是百分之一百的value 因为毕竟对手还是一个 我会做的 骗 就是一个紧络的姿态 I was ready to call a big bet You didn't like giving-you didn't you didn't like giving-you didn't you didn't give-you didn't some pointers well I was gonna give him a big present I don't know if you're gonna call a big bet I don't even gonna bet big 这手排他在合牌有一些lose value 他miss掉了对手的像就诸如像中K啊然后AA的这种价值 对 因为他说他没有想对方会call他的一个下注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Jetton他确实应该有可能会在合牌call一下 但是在对手这套line里面其实对手反而很像是中了一张K 对吗 很像是中了一张K 很像中了一张K 对 在圈圈K的一个牌面上check call 然后探上掉疤继续check call rever掉疤继续check 那这里其实是可以排除掉对方比自己领先的一些牌的 对 而且就是那样这种情况下你打了像一个Jetton的这样玩家 他可以反过来加注的话 你可以很easyfold 很easyfold 对 但是你可以就打他价值 对 我觉得他这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 那这里我们看见Ben Lam他call了2万 被Jason Kuhn加注到10万 好选择call 在这里两位玩家都有关联但是都是弱关联 在这里两位玩家都有关联但是都是弱关联 他的卡9顺子变成了两头买胜 他的卡9顺子变成了两头买胜 双方目前是一个4-6开的局面 但Kuhn他不知道 他选择BAT16万 1-6 这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check race 用勾圈会check race去弥补 用勾圈会check race去弥补 用勾圈会check race去弥补 因为在这个面上对手能下注出来的组合 强牌的强牌的组合是很少的 强牌的组合是很少的 就是应该就只有一个队子的最多一队 对 对 甚至两队也会 他这里做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做一个小的加注 还是做了一个call 因为如果你不想在River 在这里做一个加注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freeze action 假设这里甚至对手后置位对手 是有10k这样的两队的组合 你race过去 对 他可能会对手会call下来 就把你call down了 对 就对手你再合牌你再check 对 然后在这情况下对手也会check 对对对 不太感动 对 我会倾向于在刚刚的面上做一个check race 因为纯买牌的话又没有危机优势 我很难去游戏这样子一个 很难去实现自己的权益 因为但凡我没有买到a买到9 我在这里做一个check 还是给了对手一个操作的空间 并且你有没有给到对手压力 所以这些是否在哪里 那他在分析什么牌 我check 那他在分析什么牌 那他在分析什么牌 我check 已经是否可能是多了 所以你还可以去对手 还可以帮他去拿到什么牌 再拿到什么牌 但都可以去拿到某种牌 你还可以去拿到某种牌 你还可以去拿到某种牌 我只是评论 你还可以去拿到某种牌 他如果是拿這個 好 可以看到这里控制拿到了K-Go 然后Limp 那这里Bennefield 他选择推All-In 遭遇了一个A圈的SquizAll-In 那K-Go应该是扣不动了 在比赛这个阶段 抢持的收益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更加的明显 特别是对于短冲买来说 他们很可能 我后手就只有十几二十个anti 然后抢一次 就几乎等于半个double 而且是毫无风险的 我们这个潜注是每位玩家都要付的 然后呢 装位是要付两次 所以短牌的机制 就是注定了玩家在短球马的时候会打得非常激进 看一看Limp在button拿到A8 他没有选择Squiz 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他打得更加的保守 那这里我们看见Jenton 他有买顺的机会 也是现在我们就是看见 最领先的一手牌 三加check 顺没买到 买到了机中 现在是带队买两头顺 不过是我的话 我是Jenton的话 在Flobo我就会领先下注 对 因为两头买顺 在这样子一个面 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一手强听牌 也是强的牌 对 因为我觉得你拿到买顺的这种牌 很多的value就在 你可以把它打光 对 你这样就是打得比较凶的 气牌率就高 他居然错掉了九沟 Kun 我觉得他在这个短盘里 跟别的玩家打的风格 有点不一样 他做了很多就是去偷击 我们有看见很多玩家 他们打的就是很实在 对 他们打的都是实牌 对吧 他们有 他们就下注 没有就check 但是我们看见Kun 他完全的是打对手的形象 跟知道对方对他们 很有了解的情况下 他会下注 对 像德福马有一种路就是 你打你有的 对 还有一种思路是 打对方没有的牌 是 因为你有的只有两张 对 对方没有的有好多张 好多张 对 他也看得出来 他右手的两位玩家 Jetton跟Ben Lam 都是比较紧 比较紧的玩家 所以他利用他的位置 更多的剥削 打下更多的底池 在弃牌率尤其重要的情况下 短牌的位置优势 比长牌更显得重要 也是更能轻易的体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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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勾 那這裡我們看見John Juanda他是圓圓領先另外三位對手 他繼續check 希望能得到一些bluff 來看看Lam這裡會不會有什麼想法 他發現兩條接了都沒有人打 那是不是A勾的概率都不大呢 還是選擇了放棄 再選擇 這怎麼辦呢 圈勾越發越大 這怎麼辦呢 繼續check嗎 這個問題就是每一個前之位玩家都想問的 我是在埋伏呢 還是要打呢 應該是很難抓到A了 因為即使我們不看場上選手的牌 也可以發現這裡其實這條line就注定了大家都沒有A了 這首天大的牌沒有得到致富 中文就是得只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 就是我有你沒有 我有很大的手 你一點都沒有 你想哭了人家 對不對 對打牌最能贏的時候就是 排狀牌 我有你也有 我比你大 就是我們說的冤家牌 還有一種就是 我沒有你也沒有 我比你兇 是這兩種是最能贏的情況 最無奈的就是 我有好大好大 然後你什麼都沒有 有的時候真的是啊 當我有天大的那子的時候 然後我打出去的瞬間 我那個心態會比bluff的時候都要著急 真的 他們說就是職業牌手如果他們手抖 一般不是在就是投機 他們實際上是牌是很大的 對 對那個會不一樣 對 跟就是那些業餘的玩家 他們會就是投機的時候 有可能會手抖 也是一個反向Tills的流路 所以拿到了一首A 該怎麼辦呢 家主 那他這個位置不錯 是在後面 家主不一定會有人相信 這邊KUN拿到了K GO 童話的牌 他就不是很相信 那這裡在考慮 在考慮 面對一個 面對一個中置位的加注 但是他也不領先這個SQUIZE的範圍 KUN拿到了89S可以看到 他的屬自己的籌碼 他選擇他選擇了Call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這裡89S去跟注一個在裝位 在有位置的情況下跟注一個後衛的一個大的加注 就說明他對這個遊戲的理解是非常非常地深刻的 對 這是你以前有跟我們解釋過的 對 89S這個牌的力量是很多剛接觸短牌的人可能 他們可能很難去真正地了解到89S這個牌到底有多強 這裡我們看見Jetton他中了頂隊 Ben Lam他的牌暫時還是領先 對 可以看到即使是面對AA在的情況 以及一家是頂隊的情況 他89S仍有25%的權益 在擊中中隊的情況下 而且沒有任何的後門花 他下了一個很大的注 對 他這個注就cover了兩位玩家的積分牌 對 就把他們打了個ALL IN 那面對這種情況也是沒有辦法 Jetton在這裡中了頂隊 看見也有點難受 他是不會CALL的 對 他在考慮的是對方是不是在買牌呢 即使對於他的這手牌 對上對手的強 強買牌範圍 強聽牌範圍 他也不領先多少 是 然後最壞的情況下就是對方也有一個圈 但是比他的踢腳大 對 或者他是有超隊兩隊的這種情況 兩隊因為A是做了加注的 所以他可能兩隊的概率不大 對 圈八和圈六的這種不大 概率不大 但還是有S Queen的概率在 好 那讓他們做Rabbit Hunting 就是讓核官把轉牌跟核牌發出來 發了一張六合勾 可以看到還是AA最後能贏下這個地池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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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傑森康 他說 你是不是手上有一隊A 都可以讓人家猜錯牌 我認為他有兩隊A 我認為他有兩隊A 你覺得這樣嗎 我希望這樣 我應該會被他打錯了 我應該會被他打錯了 你又有傑森康嗎 他沒有傑森康 他有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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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裝偉拿到89S的情況 我覺得在比前支援拿到AA的情況更好 對於我來說 我是願意遊戲在後支援的89S 也不願意遊戲在前支援的AA 這是真的 89,90,10溝的強悍在於他們的靈動性 AA你本身就有 你的手上的AA 就是已經有強秀到V 所以當你輸的時候 你很難去 就你很難去輸少 你至少都會輸兩條街的價值 對 但89是你輸的話 你似乎是完全是輕易放棄的 對 因為除非你中了很大 就是兩隊以上或怎樣 你89不會跟人家亂七八糟的打完 對 所以這是一首非常 也是靈動的牌 是 它是很輕易能判斷自己位置的牌 AA它往往大多數時候 是不能判斷自己的位置的 對 特別是這短牌裡面 對 有很多情況下 有可能你AA翻牌後 要做一個check call 對 對 甚至是直接check call 要check fault 很多人 對於撲克的一些缺點所在是他們for不掉很強的牌 看上去很強 但實際已經知道不強的牌了 對 對 就比如說 在一個面對緊手 你在一個沒有位置的3BAT底池裡面 比如說你Fly一個 你是KK 發了一個圈小小 你做CBAT人家能call住 10小小 你做CBAT人家call住 探上發了一張圈 這個時候就 你要值得考慮的是 你可能只贏一手勾勾了 在緊手的3BAT底池裡面 在長牌啊 在長牌裡面 你可能只贏一手勾勾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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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職業牌手 他們就是有優勢的地方是 他們 Full牌 對 對 然後抓 人家bluff也強 對 然後呢在 可以打價值的裡面也打得重 對 然後得到的value也更多 對 去清晰地判斷對手的range 對 去清晰地判斷對手的 能支付的範圍和 能被 能被操作的範圍 他們那個下注量有很多時候 你會看見是正正好好 對 就是打對方的 非常難受 對 打對方非常難受 對 範圍的排 一個優秀的排手是可以做到 我次次下注都讓你非常難受 在GTA來說就是 GTO來說就是 我次次都讓你做任何動作都得不到EV 好 那這裡我們是有四位玩家 看範圍後 主要大師拿到了頂隊 但是可以看到他這裡頂隊 若踢腳的贏率還甚至不如 圈high LAND的排是非常的好的 他也非常清晰地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這裡就一下注 G1到他這邊就直接棄牌了 對 在擊中頂隊的情況下 直接4給了 直接4給了對手高拳一排的下注 彷彿是真的能看到對手的牌一樣 好可怕 他知道在多人底持他的A頂隊落踢腳 其實 因為他 排力支持摳的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 打牌就會發現 我盲目地摳摳摳 發現打到後面套尺了 或者說我輸很多 而且他 那這種排手就是 我選擇 選擇我去尊重你的下注 我不去抓你了 那我就 我就乾脆就 從頭到尾 我都不進入 這是一個高手的素質 這種素質就 被稱為就是說 我要嘛不入持 入持必真 對 因為他也要考慮到 後面還有兩位玩家 對 那這兩位玩家 他跟住之後 加了 住的話 是很難受的 對 這樣就是我們說的是在燒籌碼 對 這是一個絕對頂級排手的素質 可以看啊 Jawanda打短牌 也依然表現出了 他長牌一樣的統治力 敏銳的秀訣 這是我親身體驗過 也是各種傳說和故事下 我非常非常尊敬 也是非常欣賞的一個牌手 一個前輩 對 因為有很多就是以前打得非常好的玩家 現在都淘汰了 因為他們跟不上 對 新選手 但是呢Jawanda她也是 好像這幾年也贏過EPT的 所以就是 對 她還是可以跟這些 腦袖厲害的年輕人 一起在座場自然鬥 對 這些前輩雖然年紀稍微上去一點點 但他們絕對不弱 對 首先經驗上是一定領先的 其次 他們對於牌的敏感性 以及他們的排擊功底 本身就很強 我另一位非常喜歡的牌手 是Erik Sedell Erik Sedell 他也是一個老角 對 他已經是超過70歲了吧 有 有嗎 對 應該是超過70歲 我至少讀他是67、68那個樣 對 應該是超過70歲了好像 對 就即使沒超過應該也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對 他也是一個就是我們可以在豪克賽 常見的一個玩家 對 我對於年長者特別是 就是 在排圈裡面比較 排技很強大年長者 有一種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迷之吸引力 我很享受就是 看他們表演的這種氣場 嗯 你也是從小有看視頻 開接他們就是 也不是從小吧 因為我打牌也就是才兩年而已 嗯 但是但是的確從 從開始打牌開始 我最早看的視頻就是 Cedell的一些就是 線上的 線下的一些轉播 好 久久收持 在這樣子一個面上 他的低頻率的bluff 成功為他贏得了一個才吃 對 主要的在UTG拿到了A8不同色 选择4牌 全是选择跟注 可以看到主要的打法 还是跟桌上的大部分玩家体系不太一样 他是一个更注重位置的玩家 他可以在有力的位置打很多的结构牌 然后在位置不力的情况下 他不愿意去防守过多的一些频率 每个人的策略都有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考量 复刻的魅力就在一次 即使他再怎么发展 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策略 每个人不同的体系 即使以后会有更多的AI 然后科技越来越发达 但是我相信人脑一定是远远领先于电脑的 我们永远可以拿电脑 拿一些软件来辅助 来示意的各项的动作和操作更加精准 但是整个打牌的策略 还是要以自己的构建为主 那好像我们今天 应该是打完这个level吧 对 打完这个level就直播结束 明天继续开始 好 还有最后的三手牌可以听到 现在场间是希望场上的选手们 选手们在比赛结束前做一个chip race 然后桌上 桌上一千的筹码最多的玩家 应该会向其他玩家收购一千筹码 我们可以看到在扑克比赛中 还是有一些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些小的规则 也是蛮有意思 Jayton他这里终于是憋不住了 在加一位只拿到了K10 all in了33万3000 然后我们看见BanLamp在这边 所以他210万的筹码是可以call的 完全可以call 他已经是在hijack位置了 他选择放弃 他有可能担心的是后面的几个位置 后面对 如果他是在低了位 他一定是个秒call 好 所有人都放弃 也有一定的原因是他的形象是的确是有点过好 他今天在桌上紧了一整天 他前面就是借力形象在这里弄上了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会想 哇还有三手牌了 对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紧了一天你这个时候推出来 你的牌是该有多大 对吧 这也是一些高手会利用自己形象的机会 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要知道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要知道自己在对手的眼里可能倾向于 对 又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做这样一个动作对手会倾向于怎么样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Jason Kuhn在hijack位 拿到勾勾选择退一个all in 这边在这里应该是靠不动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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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622 622 322 622 622 722 72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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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822 922 822 923 带一张Ace 他心里可能在想逃过了一个Flip 可能像什么K圈什么的 那这里有开机Jason Koo 他现在积分牌是67万7千 56个Anti 还是很健康 好 下面我们进行到本场比赛第一的最后一手牌